我覺得今天這個溫朗東的這個爆料 徐曉鑫要好好的回答 因為他的這個爆料的第三個問題 就是徐曉鑫在選舉的時候 去年9月24號 跟中華民國都市更新發展協會 所辦的這個活動的經費來源 是不是來自詐騙集團 我覺得這是徐曉鑫要回答的 如果真的是他所謂的他大孤障 也就是杜秉承所開的 這一間公司所贊助的活動 這事情就大條了 你之前都說我跟詐騙集團無關 我沒有涉入我沒有參與 但現在詐騙集團如果是真的贊助你的活動 是不是用詐騙所得來支持徐曉鑫選立委 事情大條 所以我覺得徐曉鑫要趕快出來講清楚 說明白這件事情非常重大 因為如果真的是我告訴你 徐曉鑫不用等到五月 因為他立即就要辭職 因為他涉入 涉入詐騙案對不對 他說還沒有判決確定 所以我不辭 判決確定 我再辭 判決確定 搞不好就四年後 他已經任期結束了 這樣子解釋可不可以 所以就是耍賴就對了 他一定耍賴就是耍賴就對了 開玩笑有保護傘 他怎麼可能不耍賴 反正這件事情全國人民都在看 因為之前暢要辭職的 如果他涉案要辭職的也是他 說他他涉案 他要離婚的也是他 現在如果溫朗東爆料 這件事情是真的 他他的選舉是詐騙集團贊助的 那你沒有涉入嗎 所以這件事情很重要 而且我覺得今天媒體的爆料 其實許巧欣也問題很大條 第一個 今天媒體的爆料 爆料的事情有幾個部分 第一個是許巧欣的婆婆 劉媽媽是知道 他的女兒跟他的這個女婿 是涉入詐騙的 為什麼 因為他在之前 去年的時候 就有請律師幫忙打官司 後來律師費付不出來 是由劉彥禮 也就是許巧欣的先生幫忙付 所以許巧欣的先生 也知道他的姐姐 跟姐夫涉入詐騙 不然他幹嘛去幫忙付律師費 所以媒體的報導裡面 兩件事情 婆婆知道 許巧欣的先生也知道 而許巧欣現在一直說 他還是不知道 但有問題 如果你大姑涉案 你先生知道 你婆婆也知道 為什麼你許巧欣不知道 你許巧欣什麼都知道 你許巧欣知道 林渝倫是綠的 你許巧欣知道溫朗東的問題 你許巧欣知道 很多的事情 你許巧欣就是不知道 你先生知道 他的姐姐涉入詐騙 這能夠讓大家信服嗎 當然不行啊 所以我覺得 許巧欣必須要出來講清楚 那今天我覺得 最離譜的一件事情是 他對於林渝倫 是不是有加入 他去年選舉的賴打小組裡面 他居然擺爛桌 我不認識林渝倫 來 我插個話 我剛剛不是要講兩個證據嗎 除了都市跟軍發展學院 另外一個證據 我懷疑啊 當時陳時中在選 臺北市長的時候 許巧欣突然間爆出一個什麼什麼 正二代 其實國民黨的正二代一堆 他都不報 可是他爆出說什麼 陳時中裡面有一些 選舉的幹部或者職員 是正二代的時候 他還竟然秀出了 陳時中競選總部內部的 分機電話號碼 分機的電話號碼 誰能夠拿到那個 那一定要跟陳時中競選團隊 民進黨裡面的人 有一點關係 似乎林呂倫是有這個關係的 如果林呂倫有這個關係 似乎啦 那林呂倫會不會提供給 劉彥黎 劉彥黎再提供給許巧欣 我要問的是這一個 當然有可能 這個有沒有可能 就是另外一個證據 證明說 你跟林呂倫有聯絡 林呂倫就是你選戰裡面的 重大幫助者 是 所以林呂倫有可能就是 許巧欣過去在打綠營的時候 的消息來源 但是許巧欣 今天在媒體爆料出來說 林呂倫就是賴打小組的成員的時候 他只有用說 我不認識林呂倫 就想要切割 我覺得這沒有辦法 讓人家接受 你身為一個國會議員 而且你在今年選舉的時候 獲得勝利 都是因為你打綠有關 那你打綠有關 你的消息來源 你不知道 你可不可以讓大家接受嗎 我無法接受了 另外你還講說什麼社頭 這個社頭的這個什麼圖書館 有在爆料你什麼 一四五零是國家機器 介入這一件事情 這也是扯牽扯太遠嗎 如果這個第一個彰化是國民黨執政 社頭鄉的鄉黨也是國民黨 所以如果民眾只是是社頭圖書館八個文 就要你被你許巧欣抓出來變成國家機器 那你許巧欣委員完全沒有辦法接受別人對你的批評 然後只要批評你的人就變成是國家機器嗎 我覺得沒有辦法讓人家接受 許巧欣要告訴大家 他現在的面對到的問題是誠信問題 到底他對於他大姑跟大姑丈的涉案 他到底是何時之息 而且為什麼在事情一發生的時候 他居然要把他的大姑跟大姑丈的對話 從一分四十一秒 減成三十二秒來帶風向 把他的大姑丈 形塑成是一個壞人 而他的大姐劉項羽變成是一個受到家暴 好可憐的被害人 讓他的大姑似乎要在這件事情裡面可以脫身 我覺得許巧欣要說清楚 講明白 另外我要在最後補充一件事情 我覺得劉家仁好可怕 在媒體的報導說劉家仁為了救劉項羽 設計林渝倫跟杜炳城 要把所有的責任都推給他們 那許巧欣也配合帶風向 那劉家仁還做什麼事情 劉家仁 劉媽媽得一屋 市價一千萬的房子 可以連三設定貸款 這也是很怕人的事 所以劉家真的不簡單